好多房客,對不對? 嗯 對不對,大概有幾種 其實放大小小這樣子算起來十來種 那,好,哪一個是這科學的二房東 你們注意一下,而且我們聽了很阿爸 他是阿爸的二房東 好,高差嗎? 沒錯 而且,聽到說,不推,不推速 這個二房東呢,只要在這個最推速以後呢 他會慢慢彈到的最推速 那不久的將來呢,欸,最推速 就下面的那一家呢,就會翻掉了 因為他會把這個,他的最推速 好,兩塊塊 就是,對阿爸 這個上面,柱子形的葉子 有沒有,有柱子形的葉子 那個叫矮漿爵 那就是,這顆樹的二房東,阿爸 所以我們講講這些 這隻,只要說我們養的東西 就是我們種植的樹 如果說,它侵醒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馬上把它刮下來 好 好 而,矮漿爵呢,它也是個中藥材之一 可是它的用處是用什麼 我們說,它也是中藥材 其實這些 這些呢,在這顆樹身上的這些絕類 都有中藥材的可能性 都蠻敢用的 好,來 來,我們繼續往前走 好 我們現在,我們去那邊 山蟻魚 山蟻魚 我剛剛講過了 對不對 要,要懂得生變 來 對 一個是蟻魚 我 那 我頭髮又是垂掉 然後要記住 我不要去 像小朋友一樣 不懂 不懂的這些嘗試 你拿無口氣多多 萬一說多到 空草的話 完蛋了 因為它 惹它生氣的話 它就不會一樣 聽到你 聽到你 還會幫你當手的 好 好 好 現在再出發一下 這個技術 這個技術呢 叫 南馬 南馬 南馬的導致 在我們躲離去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去調查它 拿來做什麼 就查一個問題 那 那 它會在我們這個 節日裡面呢 會帶給我們 促進 因為 它的木頭 如果說 撒到一半呢 很像在放電炮一樣 會 噼啪啪啪啪啪啪的響 所以說 我們在主靈旗 或者 結婚 不管是什麼節日 我們都會喜歡去 探探探 這種 素材 好 這樣了解 好 好 是